我当初买的,他答案呢,说你想问我这是捐地的事情,想跟你报告一下。 当年我在美国来的时候就是开始念书,后来到了大学去教书。 中间呢,我在斯坦福大学教统计系的时候,后来转到这儿来,在美国海军研究学院。 我到这儿来教书的时候,我就开始,我就觉得这个地方风景太漂亮了。 所以那个时候我才不到三十岁,哎,我说这个地方咱们将来要好好退休到这儿来。 那退休怎么办呢,我说现在去买块地,买了地以后,将来等到年纪大了以后,就可以退休到那儿去,有了地就可以造个小房子啊,养养鸡,种梦花。 那么种点水果树,那我就可以过日子了。这是我当年的想法。 那后来呢,买了以后这个要做这个事情,就发现不是那么容易的。 然后后来呢,就说,和太太说了,有时候我们大家,我们知道在美国大家工作都很辛苦,都喜欢出去旅游一下。 所以我找点旅游,那么我就和Grace说了,我说咱们有块地,咱们旅游就到咱们自己的地上去。 所以这样子的话,第一省钱,第二还可以去看看地,是情况怎么样。 Grace她就做了很多的这个sandwich,做了点这么喝的吃的东西,带了个大的picnic, 到了两个小孩,一起到那去玩去。他们一听到,哦,picnic啊,出去玩去了,都很高兴。 但是我很高兴,这样我就省钱了,别地方不必去了。 所以当初买的时候,是这种新型买的。后来买了以后,慢慢慢慢也做。 我为了买了那块地,没有什么路,所以我还去买了一个tractor,可以开来开路的。 那么我那个时候自己不行,我就雇了几个工人帮我做。 我在那块地上开了差不多有三四 miles的interior road,开了。 有的路我开的太宽了,康廷还不准我做。 他还要把我变成,你看这个山坡上不是开地吗?开的太宽了,他要给我削一半。 所以你把这一半的慢慢掉下来,你这家车太硬了。 有时候大雨啊什么,可能有滑坡,有滑坡。 他讲的有道理,但是我呢,就是想开大路。 开车希望一条路去一条路回来,但是后来也是慢慢改了。 这么多少年来,每年都在上面花很多时间做这个事情。 后来我就发现了,我那块地里还有水。 因为在Monterey这里,水就代表这个东西值钱。 假如没有水的话你就没办法,靠雨水是不可能的。 我们那里那条路啊,你假如是看这个照片,我给你看了以后, 是一个四方形的,在这个角上啊,有一条小河。 那条河河叫做Anastasia Creek,是一年到头有水的。 它是从National Forest这边出来,泉水,这里走。 所以那里有水,你有水就可以抽水,不用了。 所以我那块地上,就因为有水的关系,我就一直舍不得卖掉。 我感觉原来买我也不满。 后来呢,我又花钱去挖了一棵井。 就在最高的地方去,挖一棵井,结果打死水也不了。 好像有二十八个Gavern per minute,有够用了吗? 我说我不用吗? 有的很多人,背了背包去,到National Forest去玩儿去的时候。 那这个地方手摇摇,就有水喝了。 我说这个也是个好事。 就这样子一直拖,拖到现在,这个地的就等于多少年了。 但是这么多年,这个地也没做什么用处。 一阵儿七二年买的。 那我就变老了。 从前呢,我可以从上下坡,都不成问题。 现在呢,我连下坡都有问题。 只要是上坡,上坡都不可能的了。 所以后来慢慢慢慢的改变了计划。 Grace说,那咱们这块地,既然你不能用,我就改成小孩吧。 小孩去看了以后,都看不起眼。 就是这个东西要花时间。 不是这样的,Peter。 因为我们起地啊。 Grace,让Grace讲一下。 你们三位都是从Bay Area来的,是吧? 是的,是的。 所以那边呢,你会感觉到中国人很多。 我们这里中国人很少。 我想把早期,最早期的华人和现在, 因为这里有一个国防语言学校, The Language Defense Institute, Language Institute。 现在因为中国强起来了,所以很注重中文。 所以中文系变得很大。 现在他们中文系的老师有200多个。 200多个。 所以,家属和原来的人和我们这些零星的侨民加起来。 我觉得好像还不到1000个人。 所以是比起Bay Area那是差远了。 所以我们就是开始这个,有些老师们呢,他课余的时间就开始。 我们平常就是自己跟自己比较认识的人来往一下,也聚餐。 然后,这个语言学校的老师们,他们里面有很多有才艺的。 所以他们就开始组织春晚。 春晚的活动已经做了五年了。 所以我们就感觉到他们做得很好。 我们就在两年前,Salinas有一栋房子, Frienne Clear,很好一栋房子。 五个睡房,四个玉石捐给他们。 所以他们从此以后,就有一个稳定的经费来源。 开始我们也捐钱,但是我们觉得还不够。 因为他们现在办活动也是需要花钱。 那么,现在我们就决定,希望今年把这个, 我们已经捐给他了。 捐给他,但是还有一些手续要办。 所以今年年底以前可以做完。 这个地,现在最新的股价是2010万。 2.1 million dollars。 所以我等下可以给你们一份appraisal report。 股价的单。 然后他们有了这个地以后, 我们中国人不是有一句话吗? 有横产就有横心, 就大家都比较安心了。 因为我们是觉得,我们中国人非常聪明,非常勤奋。 但是我们缺一点团结。 好像在洛杉矶,或者在旧金山,中国人多的地方, 也许因为管理不容易,很多很多的小团体。 那我们这里就这一个团结。 所以我就在捐献仪式上,再三强调, 我们一定要团结。 我们在对内开会的时候,意见不一样也会吵。 但是我们对外我们要团结。 我们团结做什么呢? 我们现在这个,我们办了一个, 他们注册做了一个华人协会, 就叫做Monterey Bay Chinese Association, 是一个non-profit organization。 这个华人协会下面就是有一个 Chinese School, 每个礼拜六就给小孩,中国小孩, 中国小孩教他们中文, 让他们别忘了母语。 但是我们的小孩不多, 所以我们也很欢迎, 开放给美国小孩。 什么小孩? 墨西哥小孩, 你再愿意学中文都欢迎你们来。 我们在,我们这个房子, 我们捐给他那个房子, 他已经出租, 用房租来付很多的这个, 开销。 那我们也给小孩做奖学金, 小小的,不多的奖学金。 好像他从高中毕业, 像去年有两个小孩, 是一直念中文学校, 现在高中毕业去念大学了, 我们也给他奖学金, 都是cash。 然后,希望以后有更多的小孩。 现在就说, 现在学费收得很低, 我们希望把老师的薪水再多一点, 那么他们也很辛苦。 然后我们除了中文学校以外, 我们还办春晚, 就是春节联欢晚会。 这个多半都是本地的才艺, 他们也, 有的人也挺会的, 唱歌, 跳舞, 魔术, 太极, 各样各样的。 我们也把池地, 这里有私立的高中, 他们有中文班, 中文班的老师也带他们来表演一下, 一点小剧, 小短剧啦, 或者他给我们当主持人啦, 他们学了一点中文, 所以他们也很高兴, 有这个机会来展示一下。 还有呢, 就是说, 我们每年秋天八月或者九月的地方, 我们有一个中华文艺节, 已经办了两次了, 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 也有一些才艺表演, 然后就给我们老年人, 也在上面跳, 像我们今年九月举行的时候, 我也参加了, 我们就跳一个小苹果, 就是叫观众也上来跳这样, 大家很活络, 还有就是说, 很大的一个吸引力就是吃, 我们有中国的美食, 请他们来吃这样, 还有教他们打麻将, 围棋, 书法, 绘画, 各种各样的。 我们的目的就是让他们多知道, 我们中国人在这里, 也是回馈社会的, 不是来拿他的福利的, 我们是贡献, 我们是回馈, 然后也让他们知道, 中国人好, 我们中国的民族性是很友善, 我们很喜欢跟他们交朋友, 然后也增加社会的多元性, 还有什么, 就是这种种就是我们的宗旨, 我们就这样做, 就是, 现在, 反正来说, 没有超过十分之一, 我会剪辑, 我们会剪辑, 我们会剪辑, 然后就是说, 这些都很好, 现在我们已经, 这个华人协会成立了四年, 第一任的这个会长和, 例如说, 理事会四年换届, 现在刚刚换了届, 所以新的会长, 新的理事, 大家都都不错, 都很好, 每一个人, 现在, 主要的干事的人, 就是他们, 比较年轻, 比你们大, 就是他们也, 中年人, 他们也有干事的能力, 但是他们也很, 负担很重, 他们都是全职工作, 然后也有家庭的负担, 所以, 或者我们回答你们的问题好了, 你们知道什么? 刚刚第一个问题, 你们已经有回答了, 就想这一次,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契机, 跟想法来做这一次的捐细, 还有你们对于这个, 这边这个华人协会, 你们对他的展望, 那刚才其实, Peter跟Grace都有很好的那个, 那大家可能还有顺便问一下, 就是说, 最近因为中美关系比较紧张, 那身为你们在美这么多年, 一个华人, 既是中国人, 也是美国人了, 那在像这样的一个景况里面,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 特别的想法, 或是想跟社区, 尤其我们这边的华人, 来分享, 在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的想法是说, 这个所谓贸易战, 会慢慢就是, 会平息下来, 没有太, 因为彼此谁也离不开谁, 中国和美国, 因为这个之间的关系太, 太深深了, 而且就是说, 我们也要想, 我觉得啊, 美国人现在指责我们中国的很多的地方, 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 就是说我们要, 要发展自己的科技的核心的技术, 就是chips, 这个芯片, 我们要自己学会做, 就是, 现在靠买人家的, 就是说人家不卖给我们, 我们就, 就被人家掐出喉咙了嘛, 这是, 这是太, 其他的我们都很好, 美国人那就是怕我们赶上了他们, 怕, 呃, 威胁到他这个老大的地位, 其实中国人是非常的和平的, 我们没有, 没有任何的野心要压倒人家头, 而且我们, 也并不是要那么想要做老大, 做世界上老大有什么好, 所以这个贸易战, 我相信是会, 是慢慢的会呆一档, 不会那么扩大, 现在, 呃, 大家在生活上, 并没有太感觉到这个贸易战的后果,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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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想的很好, 这个, 关于中美的贸易战, 不是我们开始的, 是美国人开始, 呃, 呃, 都非常诚恳, 但是美国这个社会里面, 控制在一个很少数的人里面, 这个少数人的里面, 就是政界的人, 军界的人, 和造武器的人, 他们, 从来没有停止过, 要对我们中国, 侵略的这种思想, 这个思想一直都在, 就是我们没有看见而已, 你来住久了, 你就知道, 所以美国人呢, 基本上就是要赚钱, 赚了钱, 他就要花钱, 他花钱, 也不见得花在他们自己老百姓身上, 像咱们国家过去, 因为四百年来, 受到西方国家的侵略, 法国, 美国, 日本, 八国联军等等, 英国还, 还在卖鸦片, 希望能够把钱通通花光给他们, 但是那都是真正来说, 还是少数的人, 我们在美国住久了以后, 我们发现, 我们的朋友中间, 美国朋友, 很多的朋友, 和我们的想法都是一样的, 也是刻苦耐劳, 也是好好地, 战战兢兢地做事情, 但是这里面有一小部分人, 这一部分人, 是非常可怕, 非常的霸道, 所以我们现在遇到这个, Donald Trump, 他是属于那一派的人, 所以他那一派的人, 现在得势了, 然后在美国来讲, 我们到美国来, 这么几十年了, 美国人一直我都觉得, 他们非常善良的, 但是你要知道, 这善良的后面, 怎么控制他们的, 还是那些制造武器的人, 这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 可能就是埃森哈尔总统, 当年他在退休的时候, 讲的那句话, 在他以前, 他做过美国总统, 做过这个NATO的全, 全世界的军事这个领导人, 然后打仗的时候, 也是全部由他管, 所以他就看这个情形, 他就退休了,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 Beware of the military industrial complex, 他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些制造军火的人, 你们要注意到, 那当年是我们年轻的时候, 不懂这些事情, 我们都是把美国, 想成了一个普通一般的, 中国老百姓的想法, 以为他们都是很好, 但是, 埃森哈尔总统将军讲的时候, 他指的就是美国这批, 不是指别的国家, 你看, 全世界的武器, 花这么多钱去造, 卖到哪去了呢? 美国是出卖武器, 给全世界75%, 所以他是这么赚钱来的, 他赚了这个钱呢, 其他的可以乱花钱, 那我们就会他很有钱, 其实他的钱的来源有问题, 那么晚近这几年, 美国人的真正的想法, 大家都看到了, 因为他老是饮吃毛粮, 花钱花了太多, 一天到晚去制造, 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 他不想再找你麻烦, 现在伊朗还要找他麻烦, 日本他早过麻烦了, 日本人因为美国的关系, 有20年经济非常低迷, 现在回过来看了中国以前了, 因为他在搞中东的时候, 搞油啊, 那些国家的事情啊, 以色列和其他的国家的问题, 结果呢, 使得给了我们有30年的机会, 那我们中国就是一有了喘气的机会, 第一样事情, 就先把自己的家好好的稳托起来, 小孩的教育弄好, 我们叫贫穷的问题弄好, 我们中国一直做的东西, 都是去扶贫的工作, 因为我们中国只有一个问题, 就是贫穷, 过去三四十年, 咱们搞惨了, 你知道四十年以前, 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有钱的国家, 所以他们看了以后, 非常的眼红, 所以所有的国家到美国来, 你看过家, 你研究历史的话, 美国人, 英国人去了, 派了两条小团, 就把咱们整个国家打败了,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不注重科技方面, 也不注重这种军事方面的东西, 发财, 发美国人钱, 我有一个建议啊, 就是说, 你创新不要先想到发财, 就是说, 我听说有人讲话, 就是说, 听从你内心的呼唤, 做你喜欢的事情, 把你的能力发挥到极致, 成功会不请自来, 我们着不给大家的一些细节的方式, 一期的细节并且, 你们要想要画过隔离, 谢谢观看